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终于 终于拿到了三星的Note10 开箱 首先呢 机器已经被我们先7运走了 我常常先体验了一下 然后呢 看看这个包装合理都有什么 这包装合理呢 什么也没有 这次三星终于 把它的这个充电功率给它放大了 对不对 这一次 Note10 Plus 应该是一个旗舰级的充电插头 支持最高45瓦的快充 而且大家看 这次是一个双Type-C接口的一个线 另外这个是一个三OTG的转接口 也算是三星历来手机的一个标配了 然后这个里边有好多小的笔针 另外三星旗舰的惯例 这次搭配了一个AKG的耳机 这次值得一提的是 三星把它右边的开机键 居然也给取消了 这个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然后导致我现在每次去 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 第一反应 总是想按一下开机键 这次三星首先 它加入了很多 目前很多智能手机已经有的 比如说台湾亮屏 然后比如说双触亮屏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关机 你其实是可以下拉通知 然后在这里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有一关机键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关机 三星Note 10 Plus 这次这款手机 它的重量和尺寸 是要超过我的预期的 我之前看到它的尺寸说是 6.8英寸 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XS Max是6.5英寸 所以我很担心 XS Max我就已经觉得有点大了 对于6.8英寸 我之前上手的时候 很担心它的尺寸和重量 但是经过我现在实际的上手 整体尺寸和三星的Note 9 其实相当的 只不过它把这个边框 变得非常的窄 无论是侧面边框 在正面的这种视觉观感 还是上面的额头 和下面的底边框 都要比Note 9 可以说进化了一个等级 这次这款手机的 这个正面屏占比 明显要非常的高 而且一个非常有卖点的就是 它把它的前置镜头 以挖孔的形式 放在了屏幕中央 那当然了 这款手机就不得不提一下后面了 后面这个部分呢 我忘了三星官方名字叫什么了 大概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就是你如果放在阳光下 直射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更接近于一个 淡淡悠悠蓝色的一个 镜面手机 在有光线的情况下 它就会反射出 奇奇怪怪的彩虹光纹 这个彩虹光纹 我从目前网上大家的 这个反馈来看呢 似乎并还没有特别接受到 大家的认可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它是在镜面 和渐变之间 做了一个调整和平衡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彩虹光运 就是很难控制 有的时候想拍一个红色的 然后它反射出一个绿色的 想拍一个蓝色的 它反射一个黄色的 手机出了这么几年 渐变色席卷了各大手机厂商之后 好像现在我自己感觉 用户和消费者也对渐变色 开始产生了一点点的审美疲劳 那么在这个审美疲劳的过渡期 能否更好地把控住 渐变色的颜色的变化 颜色的显示的效果 我觉得可能每个厂商都需要注意一下 这无疑是一个新颜色 就是你拿到大街上 人家一看 那个五彩八蓝的 就是三星Note 10 Plus 是新年刚出的一个旗舰 但是除去这种新旗舰的加成 这种心理的光环之外 你要说从颜值上 我还是更推荐白色的那一款 后边是四枚镜头 有一枚主镜头 依然是那个1200万像素 三星反复打磨的主镜头 光圈是F1.5到F2.4可变光圈 还有一个是两倍的变焦长焦镜头 还有一个是超广角 然后另外这款和Note 10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在这里有一个Tough镜头 可以拍摄更好的人像虚化 但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 目前的网上已经大家测试过的效果 觉得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这次Note 10 Plus和Note 10 一个特别大的差异之处 就是它们的屏幕 也算是三星做了一次手术刀切割吧 就是只有Note 10 Plus 它的屏幕达到了2K分辨率 不过我刚才已经上手体验了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 如果我不说的话 可能大家也不太能看出来 因为你可能离得比较远 从我肉眼来看 现在的效果显示非常好 但是实际上现在只是1080P的一个显示分辨率 如果我给它调成2K 就是切换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人眼会有一次明显的感觉到 哦 是提升了 是变清楚了 但是你如果再切回来 再试一段时间 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吧 如果你是在Note 10和Note 10 Plus 两款手机中纠结 主要纠结的一个点是它的分辨率的话 那么我劝你完全不用纠结 就是这两款在正常使用 如果你不是一个数码极客发烧档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差异 我即使是在用6.8英寸的1080P的分辨率 依然能够满足我日常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这次由于采用了一个超窄边框 所以说我们看到顶部的听筒 现在看不见了 我随便拨打一个电话 大家看一下 大家能看到这个位置吗 就是它有一个小灯光一直在闪烁 经过我的测试 这个应该就是距离感应器 也就是你的人耳 如果遮挡住了这个小光点 那就会进入一个吸屏的状态 防止这个面部啊耳朵啊 进行误触 从现在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 这个小光点的这个识别效果 相当的比丁密 这次还有一个小小的升级 那是这款手机搭载了一个 类似于Taptic Engine的线性马达 当然这个部分 三星官方还没有明确给出资料 所以说我们先不说 它和Taptic Engine到底是不是完全相同 不过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 要比之前Note 9 S10 S9 那几代三星的旗舰 它们的振动要好很多 三星之前的旗舰就相当于 跟普通的手机振动 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这个部分我听说 这个振动马达只在三星Note 10 Plus上有 三星Note 10上没有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相当的遗憾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应该是旗舰手机 或者说标榜自己在 6000到7000元的旗舰手机 应该标配的一个功能 这款手机还有一个 这次比较大的升级点 依然是S Pen 毕竟是一个Note系列 所以说三星对这款手机 也是期待很多 对这个笔的功能 一直在深挖掘 这次除了之前 我们看到的有 这个吸屏快写 大家看 除了之前有吸屏快写 在这可以直接进行 这个屏幕书写 然后直接就可以给它 钉在这个屏幕上 它太黑了 大家能看到吗 这怎么这么黑啊 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在这里 有一个动态的 就是叫隔空操控 三星这个公司 一直就搞一些什么眼球操控 隔空操控 我们来看看这怎么玩 长按 然后就能进入相机 然后向上滑 大家看到吗 现在这就是一个前后镜头的翻转 比如你在相册应用中 按住向左向右滑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功能 我觉得可能适合偏商务一点的人士 去演示PPT 然后这次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 是三星它加入了一个 所谓的叫做 AR涂鸦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这AR涂鸦 它首先会检测到你的人脸 然后检测人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笔 来给我画画 这个给自己 画一个超级 超级赛亚人的头 对不对 然后这画点头发 大概就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大家看 这个头发它是会跟着我转动的 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当然因为我画的现在只是一个平面 其实理论上来说 我应该把自己画的更立体一些 这样的话 我的不同的头发转动 就会显示不同的效果 大家看到了吗 当小林被弗利萨 这个爆炸的时候 我就怒发冲冠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终于突破了千百年赛亚人的 一个限制 一个瓶颈 成为了超级赛亚人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需要 重点说明的一个点 是它的屏下指纹 之前在三星S10 三星是第一次搭载了 超声波评下指纹 那是一个和高通合作研发的 我在当时使用那代之后 我就发了一个视频 对吧 我说现在的超声波指纹 评下指纹很难用 无论是它在贴膜之后的 解锁准确率 还是在直接使用的时候的 解锁速度 都要比目前国展手机的 评下指纹要慢很多 尤其我当时还用 一加举的一个例子 对吧 但是从这一代来看 三星Note 10来看 这个评下指纹的效果 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就快很多 我觉得比三星S10 真的快了很多 三星S10那一代 还有除了快慢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准确度 或者说识别率比较低一些 所以说刚才我手快 把这膜给撕了 咱们现在把原厂膜再贴上 这是原厂膜 我们把原厂膜再贴上 然后可能现在原厂膜中间 会有一些些灰尘 又会有一些些空气 去影响这个识别率 但是我们先看一看 大概的一个效果 这个贴合一下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解锁的速度 大家看到了吗 我觉得要比三星S10 快很多了 这是 摁错地方了 对吧 这个是我 我目前认为 这个指纹识别 之前在S10那一代 我非常不满意的一个点 但是在这一代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而且我记得S10那一代的时候 这个屏下指纹 三星设计的 还是平时是隐藏的 你需要点一下才会亮起来 这一次也终于变成长亮了 长亮的时候 用户可以直接按下去 就可以找到这个屏下指纹 大家再试一次 很快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款手机 进行一个快速的上手 这个是一个欧版的 所以说它搭载的芯片 并不是我们国行的 高通骁龙855出力器 我们会在国行发布会之后 拿到国行的机型 然后再给大家测试一下 比如它跑分 它的性能 它玩游戏时候 各种表现 对不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